第11题北投垃圾焚化厂利用垃圾燃烧产生热能来发电 请问这是哪一种再生能源的应用 我们可以从选项中很明显的看出来 这种垃圾焚化炉焚化的东西不会是锋利 不会是地热不会是水利 所以只有生殖能 生殖能就是利用我们的各种化学变化的方式 将有机物中的化学能转变出来的方法 就叫做生殖能 所以第11题问我们说 北投垃圾焚化厂利用垃圾燃烧产热能来发电 请问这是哪一种再生能源的应用 我们答案选的是C生殖能